5 3 3 2 1 点火 2016年11月3号 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 由此成为中国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 在航天火箭首飞成功的背后 离不开一位为火箭保驾护航的心外科医生 它就是中国航天特种熔熔焊接工高凤林 2007年9月 在长征5号研制的关键时刻 发动机内壁在试车时出现烧石 现场专家紧急支援 然而当高凤林带着助手赶到现场时 他发现现场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长征5号有一个关键性的组件产品 应该说当时遇到了很大的这种困难 它的发动机口非常小 我们要操作要进行一只胳膊 同时这个手还要去送撕 双手操作的话 那就给观测的空间几乎没有 或是凭感觉 我想就类似于盲 操作台十米开外 就是一燃一爆的大型液青楚冠 脚下是几十米深的山剑 故障点无法观测 操作空间异常狭小 现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凭着多年的操作经验 最终在夜晚来临前 高凤林成功地排除了故障 被发动机总设计师戏称 通过了国际级大考 中国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 长征5号运载火箭的第一颗心脏 都在高凤林手中诞生 37年来 高凤林先后为90多发火箭焊接过心脏 占我国火箭发射总数近四成 先后攻克了航天焊接200多项难关 回忆起刚入航时的场景 高凤林笑称 被国家制造大火箭 其实是自己的初心 1970年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飞上太空 大街上的广播中 回响着卫星传回的东方红乐曲 年幼的高凤林产生了疑问 卫星是怎么飞到天上去的 由此 航天在他的心中成了一个梦想 有一份梦想 梦想能不能进大企业 开始打机房 制造了我们国家大火箭 78年 我初中毕业 我们国家就开始 实行这种考试 进企业 进工厂 所以第一志愿就报考了 七级不绩效 进来以后 又被分配到火箭发动机的制造车间 为了掌握过硬的焊接技术 高凤林一面虚心求教 一面勤学苦练 终于成长为场中的顶梁柱 老大要看这任务啊 你得把这东西给我拿出来 但是这个难度之大都交不出来 听到讲 这叫高二五 我们都没办法了 还是你来吧 厂厂也非常有破裂 我给你六件产品 限你一个星期 你只要给我交出一件合作的产品 就可以了 我带来两位同志 按照我的操作模式和想法 整个把他的前面的工艺就全给变了 这样三天就把厂厂交付给的六件合作 全部一次合作 后续的一百五十多件产品 全部合作 保证了当时我们厂 一个多亿的产值的交付 此后 高凤林又在为长三甲系列运赛火箭 设计的新型大推力 轻氧发动机中多次攻克难题 更为国内外同行 解决了不少行业内的棘手难题 因此 它也被业内誉为金手添汉 截至目前 高凤林攻克难关两百多项 著有论文三十多篇 获得过多项国家级荣誉 它还主编了首部型号发动机 焊接技术操作手册等行业规范 多次被指定参加 相关航天标准的制定 但它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培育出多名优秀的航天技能人才 将自己的能量扩散到最大 他说 助力中国航天事业 是自己一生的梦想 幸福成功的那一刻 后我们会蹦起 那一瞬间的释放 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 所以我们从事过房间 并且经历过这种 简单的发展历程 我们理解那里边的这种 甘苦的回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